MOTOBYE 全新企劃 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介紹MOTOBYE的全新企劃 摩托工具式 那這個單元很簡單 就是基本的拆裝 或者是認識工具 車輛 就這樣 非常簡單 相信很多人第一個改的部品 一定是排氣管的部分 但是當你遇到排氣管生鏽 發黃 長斑點 那該怎麼處理呢 那我們今天第一步就先教大家如何拆裝 然後來解決上述的所有問題 首先當然是工具的準備 那我們工具的準備可以分為 一般隨手可的工具 像踢桿 三角形的外六角 然後或者是十字棋子 這些都非常容易取得 那再來就是 比較專業一點的工具 就像是我手上拿的這一種 是可以拆解的工具 逼近車行使用的工具等級 那在使用上當然是會更順手 然後更好用耐用 其實排氣管的拆解很簡單 就是只有原廠 在排骨上的螺絲只有三隻 那大概加上鋼頭的兩隻螺絲 我們準備了12號的套筒 然後跟14號套筒 就可以將這隻排氣管完整拆下來 那像螺絲的轉法 就像你開寶特瓶一樣 向左轉 逆時針就是鬆開 向右轉 順時針就是鎖緊 那像這樣 是不是一隻螺絲就很快就下來了 那再來是換第二隻 那像上吊架的拆解 我們會先把它架住 不要讓它完全鬆掉 這樣避免等一下鋼頭前的兩隻螺絲 不好拆解 那再來就是鋼頭螺絲的拆解 也是12號 但是這個位置啊 比較不好拆 如果要自己拆的話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畢竟它是在車底的部分 再來就是把風扇蓋 保護的風扇蓋拆掉 不然排氣管會下不來 那接下來 是把 含氧桿支器的線 拆掉 這邊有一個小扣環 只要往上扳 它就可以輕鬆取下 這樣含氧就可以拔下來囉 好 再來最後就是把 上座這個螺絲 轉下來 要浮好排氣管喔 這樣子 排氣管就下來了 呃 地管人拆裝就是這麼簡單 你想要了解更多拆裝知識的話 下方留言 摩托工具師會一一為你解答 看到嗎 走開 麵 我們來看 神經典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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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換個